中国目前部署在南海的舰队高达9艘,一艘055舰,三艘052D舰,三艘054A舰,两艘903型部给舰,如此大规模的阵仗进行针对性军演,实属罕见,有对岸军事专家认为,这只是小展威风,美国航母来了也没有用,因为也不能进来,必然是在拒纸圈外,拒纸圈内的作战舰。 如果是海空联合作战,你怎么弄,中国因为陆基进海作战,这本来就对陆基的国家有极大优势,所有导弹都面对你,光是长舰时就有3000枚,中国海军整体的力量,在低岛链可说没有对手,美国航母来了也就只有被击沉的命运。 为了针对打阵仗的美飞军演,中国海军也毫不示弱,特意组建了由9艘战舰组成的特混舰队,在相关海域进行实弹演习,以使未尽,可以知心替,以人未尽,可以明得失,欢迎订阅老海说时。 近段时间,南海阴云密布,为了镇压这股妖风邪气,咱们不得不向南海派出特混舰队,据相关媒体报道,截止到5月15日,中国已在南海部署了11艘战舰,包括一艘055型万吨驱逐舰,四艘052D型大驱,四艘054A型护卫舰,以及两艘903型不给舰,其中055型驱逐舰具有很强的对抗航母舰队的能力,而052D能够有效打击对方水面舰艇, 054A既能防空也能反潜,903型补给舰将确保舰队的持续作战能力,这么一支相互支援,高低搭配,可持续作战的特混舰队出现在南海,足以横扫很多国家的海军了。 那么,中国为何要在南海部署这么一支,甚至可以和航母舰队掰手腕的战舰群,就是因为美飞等国频繁在南海作妖,中国不得不派出重兵镇压,据《环球时报》此前的报道, 美飞于近日在南海举行代号为肩并肩的大规模海上军演,餐饮兵力高达1.7万人,其中美军就达到了1.1万,除了规模大之外,餐饮国家也不少,除美飞之外,法国、澳大利亚也派出战舰来凑热闹, 但最让中国感到不满的,还是美飞军演的区域不同寻常,此次军演主要位于三个区域,分别是巴拉望岛,吕宋岛和巴丹群岛,其中吕宋岛的演习区域虽然位于菲律宾境内,但向北就是巴士海峡与台湾海峡, 而巴拉望岛,巴丹群岛的军演,则几乎挨着中国划定的南海石段线,打擦边球的意图可谓是非常明显,所谓的南海石段线是咱们对南海权益边界的一种画法,虽说石段线以内并非全都是中国领海,但县内的岛礁,包括南沙、中沙、东沙、西沙四大群岛,则都是中国的领土。 这些岛屿向外延伸12海里,则是中国领海,其他海域则是中国的专属经济区,现在美飞肩并肩,军演突破菲律宾领海,靠近中国南海石段线,可谓是打上门来,对此中国自然不能无动于衷,于是11艘战舰组成的特混舰队奔赴南海,需要指出的是,这支特混舰队也并非是孤军奋战,而是有着强大的后部支撑的,一方面,不管是南海危机还是可能的台海冲突, 都在中国岸基导弹群的打击范围之内,其中东风21D被誉为航母杀手,射程超过1500公里,常见石巡航导弹的射程则在1500到2500公里之间,东风26的射程更是达到了4000公里,这数千枚陆机中短程导弹,对美国的航母舰队构成巨大威胁,一旦开战,美国航母被击沉是毫无疑问的。 另一方面,特混舰队还有来自空中的高超音速支援,据环球网5月6日的报道,中国已经在永兴岛部署了轰六卷远程轰炸机,日前该轰炸机还从永兴岛实施了起降。 虽然报道没有说明轰六卷是否携带武器,但央视曾经曝光轰六挂载4枚英机12与美国的里根号航母对峙。 今年3月,美国防务博客网站爆料,轰六挂载了英机21,这前者是超音速反舰导弹,后者是高超音速反舰导弹,在世人眼中。 052D型驱逐舰或许因其相对较小的体积而被低估了其火力威力。 然而,实际上,这款驱逐舰凭借其出色的性能和设计,已然成为了我国海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它装备了最多达96个垂直发射单元,拥有连发火力猛烈的特点,使得它能够在战场上迅速而准确地打击各类目标。 不仅如此,052D型驱逐舰的火力配置还极具多样性,它能够携带多种类型的导弹,包括空空导弹,空对地导弹,反舰导弹和反潜导弹等。 这使得它在战场上能够应对各种复杂的作战环境,无论是空中威胁,地面目标还是海上舰艇,052D型驱逐舰都能够给予有力的打击。 值得一提的是,052D型驱逐舰还装备了英机21亿新型反舰导弹,这款导弹的射程达到了惊人的1000至1500公里,足以将美军部署在我国周边第一导链的兵力纳入其打击范围。 这一远程打击能力极大的提高了南海区域的作战反应实力,使得我国海军在面对敌人时能够拥有更大的优势。 除了052D型驱逐舰外,南海特混舰队还配备了四艘054A型护卫舰和两艘903型补给舰,这些军舰各自拥有独特的优势,在舰队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054A型护卫舰作为升级版本,综合作战火力表现更为猛烈,它主要承担在我国部署区域的海域防空任务,为南海的海空安全提供警戒和制衡敌人的作用。 这款护卫舰凭借其灵活机警的特点,在多次参与围剿恐怖组织和海盗等任务中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和远洋航行经验。 它搭载了海红旗16型防空导弹,能够对海空目标和敌人的海空舰载机实现强烈的打击能力。 为舰队提供坚实的防空屏障,此前进行中的美飞肩并肩2024军事演习,号称有14国参加,总兵力高达16700人。 除了目的险恶的夺岛演习外,还首次在菲律宾领海12海里外进行,具有明显的针对中国南海岛礁的意图。 这次演习,其实只有美国海军全尸号算是主力舰,但还临阵趴窝,其他美飞舰艇根本不止一扫。 所以,当中国海军的特婚舰队出现后,美国海军急眼了,立刻命令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赶赴南海。 但是,中国海军特婚舰队重点就是考虑到要对付美国航母的。 所以,即便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来了,也只能是打打擦边球,要玩真的它,可能难逃被击沉的下场。 正如台美指出的那样,中国面对这个情势,基本上就是亮剑的方式,用实力来进行下阻。 美国也很清楚中国的实力,可是美国这些作为,并不是要直接要跟解放军冲突, 而是要把美国第一岛链这些养兵千日的地方扶植起来,包括日本、韩国、菲律宾。 台湾,基本上是在做这个动作,美国是要引发这地方的紧张,制造很多骚扰。 中国的亮剑,不只是亮剑给美国,也亮剑给日本和菲律宾看,而在南海的部分,055大区已经停在美济岛了。 同时,现在中国的动作会越来越大,越来越积极,中国舰队与战机,不管是从海南也好, 从西沙也好,都会很快抵达现场。 前几天,中国秀的是从永兴岛起飞的轰6K,该机还挂着英机21,这种导弹刚好覆盖整个南海。 当美舰,美机一进来,中国正好做它的武力展示,就是对外展示其近年急剧增长的反介入战略。 整个南海特混舰队由11艘军舰组成,他们协同配合,各自发挥优势, 共同守护着我国南海的和平与稳定,无论是火力打击,防空警戒,还是补给支援, 这支舰队都能够迅速而准确地应对各种挑战。 他们的存在不仅展示了我国海军的强大实力,也向世界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 我国将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挑战和威胁都将遭到坚决的反击。 093型综合补给舰,作为我国海军后勤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员, 已经默默服役了整整20年,这四艘宝贵的舰船,凭借丰富的实战经验, 为海军的每一次远航提供了坚实的后勤保障,作为大型远洋补给舰, 093型补给舰在航速上达到了19节,这使得它能够轻松跟随舰队步伐, 为各型军舰提供及时的物资补充,面对海上的复杂环境和多变情况, 它总能灵活调整,无论是横向、纵向、垂直还是靠拢等多种补给方式, 都能迅速而准确地完成,这意味着,不论军舰在海上处于何种紧急状态, 093型补给舰都能迅速靠拢,高效完成补给任务, 如今,我国海军的特混舰队在南海区域进行警戒和执勤, 机动灵活地执行各种任务,而随着未来两栖攻击舰的交付, 我们有理由相信,相关海域的安全保障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093型补给舰作为其中的重要一环,将继续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为海军的每一次远航提供坚实的后盾,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内留言,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记得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